我娘在一起七年 除了一开始是自由恋爱 其他大事都是被她逼的 而且她对我的态度跟结婚之前反差很大 这两年我理解她压力挺大的 但她也不应该总是胡思乱想 有事也不和我商量 就知道一味地埋怨我 我后悔当初心软 给她生孩子 现在也不会带着孩子受那么多苦 我一直一个人在外打拼 就是为了让她在家享福 但她一点都不理解我 我也很委屈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小毛26岁来自四川游泳馆经理 有请小毛 小刚26岁来自四川代业 有请小刚 欢迎老妹啊 高中同学对吧 是 谁追的谁 他追的我 从高中就追吗 没有 高中毕业的时候 就我们有一次玩了个真心话大冒险嘛 然后我不是输了嘛 我就给他表白 然后他就同意了 不是你们这也太不严肃认真了吧 收盘一游戏 输了以后就 哎呦 你做我女朋友 是这样吗 对 在此之前喜欢他吗 喜欢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对他就有意思 哦 同意了是吧 是啊 因为他那个时候长得比较帅嘛 他跟我表白的时候就同意了 后来恋爱的怎么样 恋爱的时候都挺好的 因为我们两个那个时候就只想着恋爱耍耍朋友之类的 因为当时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家里面的人不是很同意我跟他在一起 因为他家里面的条件不是很好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年少无知吧 就觉得他长得挺帅的吧 他从四川老家到重庆去工作 我也没有跟家里面的人说 我就追着他到重庆去了 其实挺好的我们两个人 他父母看到我们也谈了这么多年 觉得也该结婚呢 你们等于高中毕业恋爱 然后一起去到重庆 恋爱了多久 他的父母觉得你们该结婚了 四五年五年 当时其实我没想过结婚 我就觉得跟他少小朋友挺好啊 两个人想干嘛干嘛 我们俩挣钱 挣到我们两个想出去玩就出去玩 我想干嘛就干嘛 但是一想到结婚以后 采米油盐这些事 想都不敢想 毕竟我们的年纪到那里了嘛 我们老家结婚的比较早 那我们那个年纪的时候 我们老家我的同学 孩子都打酱油了 对啊 他当时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他就不断地给我洗脑 就结婚怎么样的 那个时候也是挺爱他 就相信了爱情嘛 就觉得他以后会对我好 你可别说相信了爱情 我在这听到的就想到一个词啊 好色你们发现了吗 这姑娘你看 为啥呀 我就觉得她长得好看呢 这不就是好色吗 是 对吧 我们往下听 就结婚了呗 对啊 就结婚了呀 我啥都没要 就相当于裸婚 我就这样嫁给他了 对吧 好吧 那结婚了就结婚了吧 那我得过几天安静的日子 对吧 结果呢 他父母一天三通电话给我打来 说 哎 你们也老大不小了 该要小孩了 他当时也是这样跟我说 也给我憧憬着 孩子生出来 多么可爱 我们一家三口 怎么以后幸福生活在一起 是吧 然后我跟他说 我们没钱养这个孩子 两个人之间 耍朋友的时候 就是挣多少 用多少 完全就是月光足 他就说 没事 你只管生吧 我跟我妈都商量好了 我们一家 这么大家的人 难道养一个小孩养不起吗 哎呦 我也就信了他这个话了 我就觉得 应该没有多大的压力 哎呀 我怎么觉得你像一个无脑人 他一告白 因为好看 所以耍朋友 他们家催你结婚 你就结婚 他让你生娃 你就生娃 我也后悔啊 我也就 当时我就觉得 他长得帅啊 好好好 后来就是 因为我怀孕 生小孩 这一年多时间 其实我也没有工作 所有的产检费用 就用的 我们仅仅的 那么一丁点的存款 就是产检 我一想到我生小孩 我真的 我都不敢想 我生我女儿的时候 疼了四天四夜 我才把孩子给生下来 前面两天多的 真的我疼得 我想跳楼的心我都有了 当时我就想着吧 我想要不我就去 剖工厂 我把孩子给抛出来 因为当时是完全不开公口 根本就没有办法 我就想着剖工厂 但是我当时躺在病床上 我疼吧 但是我一想到 我们卡里面 没有存款我一想到孩子出生 过后他还有更大的开销 我得为孩子留着点钱呀 我就没有同意 然后后来就是疼到四天的时候 开公口了 医生其实当时建议我们打无痛针 我当时就想着疼了这么几天 我也疼过来了 咬咬牙 最后一下 我就也没有同意打这个 当时你说你要抛工厂和打无痛针 我都同意的 你自己不愿意去做吗 我有想到我们卡里面没有钱的呀 我说过我会想办法吗 你想办法 你想什么办法 你自己说说你是想的什么办法 那不是我们平时有用那个信用卡吗 它就是用来应急的呀 信用卡是我们的钱吗 信用卡我不得还吗 本来我们就已经不容易了 后来他也没有工作了 导致我们一家三口 完全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 所以说其实真的已经很困 孩子也出生了 开销也更大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要不你跟你爸妈商量一下 就是我也不说是找他们要钱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先缓解一下这段时间 我们把这个坎过了 我们以后挣钱 你还给他们就可以了吧 这个很正常 是啊 这个很正常 我跟他说了 他非不给他父母打电话 商量一下就不同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自己没有提嘛 他们没提我就不愿意去要啊 我自己家的哥哥姐姐们 他们都没有这样做 我干嘛要这样做呢 他不拉下这个脸是吧 那行吧 那我来拉下这个脸 我给他爸妈打个电话 我说说行吗 他也不愿意 他被我拦着 听明白了 女生心里挺委屈的是吧 是啊 我就认为他是因为 我给他生了个女儿 他才觉得没有面子 像家里面开这个口 我一直都比较喜欢女儿 其实我喜欢女儿多一点 那你为什么不向你爸妈开这个口啊 我不是说了吗 我是这个家里的主人 我有想办法在外面挣钱 后来这个难关怎么渡过去的 我们平时有信用卡嘛 那额度还是够的 然后就慢慢就挺过来了 啊 这个得还呢这个东西 所以说 在后面 家里面条件这样了吧 那我得早点出来工作 两个人一起打拼 那是不是就要更好一点呢 对对对 那你出来工作 你不得断奶啊 我得把孩子的奶给断 主持人 我跟你讲 提掉这个断奶我就生气 他五个多月就把孩子的奶给断了 就我小时候吃奶的话 吃到两岁 我才断的 让我现在长得多好 平时也不生病 那你五个多月把孩子奶断了 以后他一吹风就感冒怎么办呢 那花销是不是更大了 你断了奶过后 还要买奶粉 奶粉不是钱吗 你看他 他每次就是拿着这个事来说事 他也不给我钱花了 生了孩子嘛 发胖了嘛 以前的很多衣服 我都根本就穿不了了 我得给自己买新衣服吧 你那个衣服还少啊 满位置都是你的衣服 怀孕生小孩这么久 我没有给自己买衣服 现在我发胖了 我觉得我应该给自己买衣服了 我买衣服 他就说我花钱 行吧 他不给我花钱 我可以忍是吧 我忍 但是我们孩子出来了 我宁愿苦我自己 我不宁愿苦了孩子 对不对 他也不愿意给孩子花钱 我就想着 因为孩子断奶了 因为现在是吃奶粉 我就想着吃奶粉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给他断奶 我也是因为我想出来工作呀 因为家里面条件这样 我们两个人出来挣钱 是不是更快一点 那我每天在外面那么努力 那是干嘛的 就是为了让你们在家里面 过得好一点吗 你是觉得我带小孩 在家里面想服吗 对啊 那我那么努力干嘛 我没觉得 他不愿意在我身上花钱 他说你浪费钱 给孩子买营养品 觉得没必要 可是呢 他干嘛 他给自己花钱倒还挺大方了 家里面条件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还给自己买个车 那车上下班我是要用的嘛 我上下班坐公交打车 这些都是钱嘛 但是我没有觉得 你买了这个车 用在我和孩子身上 天气好的时候 我就想着吧 带孩子去公园 溜溜湾 晒晒太阳什么的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送我们去公园 他直接说我工作忙 没时间 你自己坐地铁去 你说这个 你不知道我上班的性质吗 我上课一个小时 我不可能说把我的学生给扔下 我就跑吧 我坐地铁去 让我买这个车干什么 我为什么还还这车带呢 我工作还要不要 所以我就觉得他不珍惜我了 这个今天来是为什么来呢 我就觉得 他结婚前跟结婚后不一样了 婚前给我的所有的承诺 婚后一样都没有做到 而且我还指望不上他 生了小孩过后 我没有睡过一天的安稳觉 尤其是孩子前两个月的时候 长脚痛嘛 每天晚上整宿整宿地哭 我怎么哄他我就哄不好 当时我真的 我很崩溃 我看着孩子哭我没办法了 我只有自己 干嘛 你问他干嘛 在旁边 打着呼噜比谁声音都还大 踹都踹不行 那不是我上班比较累 回家睡得比较死吗 你睡得死 我在结婚之前 我也是个小孩 我也是一觉睡到大天亮 那为什么孩子出生过后 我能做到你不能做到 孩子只管我叫妈 不管你叫爸嘛 我一个人的孩子嘛 那谁第一次当妈 不是这样过来的 那你第一次当妈 为什么你要一直这样睡下去了 晚上你为什么不起来 给孩子对对来份什么的 踹都踹不行 听明白了就是 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 先生搭不上手 是这意思吗 我完全指望不上他 所以我没办法 我就想着 把孩子送回四川老家 给孩子爷爷奶来带 结果他也不同意 我也搞不明白 你忍得下心吗 孩子才多大 但是你要想一下我呀 我的精神状态很差 而且影响到了我的动作 其他人都能坚持 你为什么不能坚持啊 那你为什么不能坚持呢 全是我一个人的事吗 我平时也在努力挣钱的嘛 那我没挣钱嘛 我现在也是因为 我要出去工作了 我也在挣钱呢 我也在为这个家 在努力着 你完全可以不用工作的嘛 不用工作 我们花什么 你的钱养得起我们吗 养得起吧 勉强更 他就是想要过得好一点 你孩子以后 生活开始很大呀 你既然当初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把孩子生出来 那生出来不得对他负责吗 我得对他好一点的教育啊 那你想你把孩子送回去 爸妈他们能照看住吗 家里面还有两个老人 这就算了 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些都算了 而且 结婚之前 他对我百般的好 我感冒了 药买在我面前 还要去熬姜汤 给我喝 把热水端到我的面前 看着我把这个药给喝下去 结婚之后呢 我感冒了 他干嘛了 他怕我把感冒传染给孩子 他叫我自己睡客厅 他也没关系一下 我的身体怎么样 我会不会在客厅里面 着凉什么的 是吧 而他直接给我扔一张医保卡 说你自己去医院吧 那我不是平时睡得死吗 晚上要带孩子 我第二天白天瞌睡来了 你带孩子 是你是需要带孩子 那我也请假回来 帮忙带孩子了吗 你行动上你不能 但你语言上 你关系一下我呀 你哪怕你端一杯热水 在我面前 我是不是也要好瘦一点 说白了就是觉得老公 不在乎自己了 是啊 我因为生了小孩过后 身材发胖了 没有以前瘦了 他老是嘲笑我 拍我的丑照 拍我的双下巴 而且还因为发胖了嘛 睡觉都有一点打呼 我睡觉照顾孩子累了 我睡觉 他录我打呼的视频 醒了还播给我看 还一边看一边嘲笑 你看你 你好丑 一碰毁所有 你看你没有以前好看 那不是开玩笑吗 开玩笑有你这样开玩笑吗 那我们恋爱的时候 那你录我嘞 那不是开玩笑吗 你觉得没什么 你觉得是开玩笑 但是因为我自己长胖了 我也很好强啊 我就觉得你嫌弃我 以前天天在我面前说 哎呦老婆你好美啊 老婆你好漂亮什么 我爱你之类的 结婚之后这些都没了 还天天睁眼都不瞧我一下他 而且我也想着吧 他不是在健身房工作吗 我就想着沾沾他的员工福利 我就想着要不嘛 他给我出一个减肥计划 科学一点的 要么就是他陪我跑跑步啊 游游泳什么的 他不愿意 你平时带孩子那么累了 你干嘛还要去什么跑步游泳 那不更累了吗 但是我好强 我就想收到以前美美的 我就觉得你嫌弃我了 他一周至少有两天的休息 那两天 那你至少得留一天给我跟孩子 对吧 他呢不是跟同事去团建 就是跟他的朋友去爬山 他去骁扰快活了 把我跟孩子扔在家里面了 那平时公司组建的团建 我不去吗 我要扣奖金的 不是你们公司 每个周末都组织团建啊 福利这么好啊 不是 平时的话 就是我们自己会有一些组织 公司也会有一些组织 自己组织的叫团建吗 对嘛 这样团队会更有名气 你不就出去玩没带老婆和孩子吗 是这意思吧 对啊就找借口 你看这就说不过去了 我也想出去玩了 让谁给我带孩子 你又不给我带 明白了就是 女生现在心情比较低落嘛 其他没别的了吧 多 我要说他的话 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都是同类的 就听他说了 主持人我跟你讲 就听他说了 他从结婚之前到结婚过后 他的脾气才是真的是大变 阴晴不定的 平时他只要脾气一上来 他就骂我 使着我的鼻子骂 就是那种无理取闹的那一种 就有一次不是 我的学生生病了嘛 他家长给我请假 然后我就回微信 回了两嘴 关心了两下嘛 我不知道他怎么看见了 然后一看 我那个备注是女的 瞬间把我手机抢过去 直接砸我身上 这么爆啊 当时脾气就上来他 真的我不知道怎么了 我让你给小孩换尿不湿 我喊了你多少声 你都没有答应 这关键是第二天 他还把孩子带走了 他离家出走了 去哪了 去他朋友家了 他说他出去住 他不爱我的眼 把我急坏了真的 你想把他脾气又爆 万一他出什么事怎么办嘛 这还不说 这只是他脾气 他平时也不怎么照顾我 就不理解我 平时在家里面 比如说我有那个笔烟嘛 一犯的话 我就是一分钟可以打十个的那一种 我知道有孩子的我 我就刻意地避免一下 我一打喷嚏 我就往阳台上跑 偶尔嘛 我可能控制不住嘛 他一打就上来了 他看到我打喷嚏了 直接给我打过来 把我的那个喷嚏啊 直接憋回去 特别难受 我怕他把孩子给吵醒了 好不容易我把孩子哄睡着了 也得有点自己时间吧 孩子醒了他又不哄 我都尽量在控制了 这还不说 就平时在家里面 我的衣服也不洗 我夏天上班啊 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一直在水里面泡着 回家就挺累了 他还让我给他作业销 我觉得 我不想伺候你了 你婚前都不差别太大了 我觉得我们两个 结完会够 我甚至有时候在想 我们俩是不是在过单身生活呀 他管他的 我管我的 这个是从女儿出生之后是吧 对 他脾气就突然变了 现在女儿多大 十个月 这个裸婚对吧 对 所以女生可能觉得 男方应该在婚后对你更好 因为你什么都没要 嫁给了爱情 是 是这样吧 男生是不是心里也会有不平衡 对 嫁给我了 我们就好好过日子嘛 对嘛 我结婚过后 我觉得我的 那种责任心更强了 我就想多挣点钱 可能把他也给忽略掉了 比如这句话 态度就很好 女生才觉得 今天想来这儿干嘛呢 我就想让他跟以前一样 跟结婚一样 找回曾经对你的好 是 那我们听明白了 那接下来各位老师看看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觉得真的现在女性很不容易 你看啊 医院倡议母乳 专家反对隔背带娃 然后呢男人又希望女人经济独立 所以逼得现在女性真的必须得是钢铁般的意志 然后还得最好是三头六臂 样样式都能精通 但其实女性在生产完之后的这一段时间之内 她整个人的情绪还有身体条件都是紊乱的 有的可能意志力强一些的女性 她会自己调节的很快 能够马上回到正常的状态 但是大部分的女性 她是没有办法一下子从那个状态到这个状态的 她要接受自己身材的变化 接受本来以前有自己的时间突然变得没有了 然后接受身边有一个天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哭 然后一什么就得抱起来喝奶的一个小家伙 然后还得接受公婆老公的所有的 说是指导性的建议其实都是在指责 所以这段时间是女性人生当中 其实算是最低潮的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 是比平常更多的关心和爱护 生完孩子才十个月的时间嘛 她是不容易的 就是一个女人疼成那样 她都在想我得省点钱 能自己坚持过来最好挺过来 那得是拮据到什么程度啊 可想而知 她对未来的生活有多么的恐惧 你会说她为什么生完孩子之后 性情大变脾气大变 这就是原因 一个是身体的 然后心理的 所以她变成现在这样了 但是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说一下小甘 你现在呀 其实是完全困在了自己的情绪当中 因为你要明白啊 你指望一段婚姻 让一个男人能够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是不可能的 而且当时 嫁也是你决定嫁的 生也是你决定生的 你不能靠着别人的几句甜言蜜语 然后就把自己一生的希望 全部都压保在她和他们家人的身上 毕竟结婚是你自己的事情 生孩子是你自己的事情 养孩子也是你自己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困在这种不满的情绪当中 走不出来的话 你只有变得脾气越来越糟糕 她为什么出去跟同事聚会 不愿意回家呀 面对你这样的暴脾气 谁想回家呀 你是在一手把它往外推呢 你现在做的很好的一点 就是开始找坚持的工作 你开始清醒了 不要抱有过多的幻想 不要再心生怨恨 放平心态 好好过日子 好好生活 你会发现那还有可爱的地方 谢谢 后悔生孩子吗 我后悔 后悔生孩子吗 我不后悔 她要试了嘛 生孩子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因为美好所以我们才生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说 什么你以前承诺过我 什么什么事 或者你爹妈怎么就不来打把手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年轻家庭是三无 哪三无 第一个叫没脑子 第二个叫没原则 第三个叫没有行动力 我跟你们分析一下 第一个所谓的没脑子 打比方说你 我就希望她恢复到以前对我那个样子 你自己琢磨一下 你觉得有可能吗 你身边哪一个闺蜜 哪一个朋友的老公 在结婚之后 能够像热恋器一样对待 你闺蜜不跟你抱怨吗 你朋友不跟你抱怨吗 这是一个 第二个没脑子是什么 一个人对你有承诺 你要明白一件事 他得有兑现能力 你老公是一个有兑现能力的人吗 他没有兑现能力 你为什么要相信他的承诺 然后 为什么你做决定的依据 是一个男人的承诺 和你对未来生活的幻想 你做生孩子这么大的决定 你的那个依据居然是我老公 你承诺了我什么 你也是没脑子 你没有这个能力来兑现的时候 你凭什么承诺你老婆 这是第一个舞 第二个舞叫没原则 原则是什么 原则是底线啊 你有底线吗 你的底线一再被他摧毁 他劝你几句 不工作 劝你几句生孩子 你有原则吗 底线是我们生活的根 你没有底线你就没有根 你也是 你的底线呢 家庭不是你的底线吗 孩子不应该是你的底线吗 一个团建 你连孩子这个底线都可以没有 请问你生活的根在哪 这是第二个 没有原则 第三个叫没有行动力 做了什么 两位 孩子生下来了 为了这个孩子 为了更好的生活 你除了张张嘴 你还做了什么 你有团建这件事 你不能去干个兼职吗 你呢 说来说去要去工作 最后除了找了个兼职 还干了什么 行动力呢 抱怨完了 你也没有动作 不要相互抱怨 有什么可抱怨的 这个时候 你们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做个计划嘛 下个月开始 我干点啥挣多少钱回来 我干点啥挣多少钱回来 孩子奶粉 不就吃上了吗 想要请个阿姨 不就能请上了吗 所以 不要抱怨 把所有一切 对于生活的怨言 变成你们未来的行动力 这就是我给你们的意见 首先呢 讲一讲这个公公婆婆 到底该不该 失与援手这件事 从法律上来讲 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 是到十八周岁 你们都已经长大成人 都已经成家利益 这个时候 父母如果愿意 给予一些支持 那也是情分 不是本分 但是 这位先生 你既然知道 你的父母不能给予帮助 为什么又拿这个 来忽悠你的太太 忽悠完了 又不对线 现在你还怪他 对你有怨言 还有呢 有一点我特别 看得不舒服啊 就咱们这位男生 总是强调 我外面上班多辛苦 你就那点家务事 你怎么就干不好 别人都能带好孩子 怎么你就带不了了 哎 你以为家务事 带孩子那么容易啊 要不要你俩换换试试 你在家带孩子 做家务 他出去挣钱 不能换位思考 不能体谅自己 妻子的艰苦 你知道他为什么 跟你发皮下 因为他寒心了 生完孩子以后 家里一地鸡毛 还要面临着 经济上的巨大的压力 这个时候 本来应该 你扛起来的责任 你并没有扛起来 还在跟他 反复地跟他讲大道理 家是讲礼的地方吗 家是讲爱的地方 我就说这么多吧 希望你们都能够齐心协力 我先推荐你回去看一个纪录片 叫Babies 在这个纪录片里头 会说明为什么 母亲夜里会频繁地醒来 知道孩子哭啊 而丈夫会在一边 就是昏天黑地地睡 所有的丈夫都会这样 除非丈夫是主要照顾者 因为只要你是主要照顾者 你体内的摧残素 都会大量地分泌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而分泌到一定程度 脑内杏仁核会被打开 杏仁核一旦被打开 它将永远无法关闭 所以每一个母亲都会发现说 我只要一生完孩子 补完乳 照顾完孩子 我再也没有好的睡眠了 你像沙拉老师 现在你的睡眠也肯定 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我现在带他睡也是 就很明显的 他完只要一分身 我就能洗 对 所以当做母亲的杏仁核 被打开的时候 没有办法 这是为了生命地延续 我们记忆密码里头 它就是这样的 我们就是会本能地 去照顾孩子 孩子只要一丁点动静 我们就会做起来 不只是你会这样 只要是照顾孩子的 月嫂也会 如果是帮你带孩子的 你的妈妈也会 或如果是你的爸爸 帮带孩子 你的爸爸也会 只要是婴儿的主要照顾者 照顾到一定时间 他都会成为这样 所以你醒来 他没有醒来 那是因为你照顾得多 他也没错 你在这个事件里头 你也不要怪他怪太多 但是他的这个错误 我觉得是 最让我难以忍受的点 是在于 你明明知道自己的妻子 为了省钱 给将来的孩子 买口好奶粉 或者是给孩子将来 弄好的幼儿园 连无痛都舍不得的情况下 省的钱 你却买了车 而且你买车的时候 你还不是在产检的附近说 我买这个车 我可以更多次地 陪你去产检 你也不是说 我买这个车 是为了生孩子的时候 万一有个急事 我好把你往医院拉 然后好接你们母子 来来回回 你是为了自己上下班方便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是觉得挺心疼他的 心疼的点就在于 你明明知道 他省钱为了什么 但你却把他省下来的 那点钱满足了自己 可是心疼你归心疼你 你的做法就正确吗 裸婚是自个儿选的 不打麻药 自个儿选的 既然是自己选的 那就自己承受 没什么好抱怨的呀 我其实不太主张说 妻子在没准备好的情况下 匆忙地结束 给孩子的一个哺乳 照辅 然后投身到社会工作里头去 但是在你的家庭里头 我觉得我又没办法 劝你太太留在家里 因为你连她买一件衣服 你都会在一边说 你要那么多衣服干嘛 我以前有一个女朋友 她呢 也是生产完了以后 迅速地投身到工作当中 我问她 你想孩子吗 想那你为什么要工作 她说因为我看中了 一只包 我跟我老公说 你能不能送我这个包 我老公说 你想用它装奶瓶啊 还是装尿布湿 她说我忽然就意识到了 在我的老公的眼里 我不需要一只包 因为我就只是一个 拎着尿布湿和奶瓶的 妈咪包 我只配拎妈咪包的女人 她说所以我为了自己 能够拎上一只工作的包 我也得自己出去挣钱了 你老婆也许就只是为了 我能够自己买一件 合身的衣服 我长胖了 过去的穿不上 穿不上的衣服会使我更沮丧 就想得到一件衣服的自由 她要出去工作 您现在能理解吗 今天两个人 你说我们还能怎么说你们呢 你们各自都有问题 但是这一个新的家庭 才刚刚成立 一定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 各自调整各自的问题吧 我说句实话 我挺喜欢这一对的 我说你好色呀 都跟你开玩笑 知道为什么喜欢吗 说是被骗 说是后悔 其实它是嫁给爱情的 你们现在一定要走出 现在眼面前的这个困境 让那些不相信爱情的人 知道爱情的力量 其实你知道 不是它忽悠了你 核心的还是因为对它有爱 陆琪老师说了三无 第三个其实是最可怕的 没有行动力 如果今天你们回去之后 加一些行动力 我觉得能往前走 现在问题大的 我觉得是你 说得自己可怜巴巴的 我听明白了吗 教小朋友游泳的吗 对的 寒暑假才可能 从十点钟开始嘛 平常也没有那么紧嘛 又在家不带娃 钱挣得少 跑个专车去呀 跑个滴滴去呀 为啥不行 还是你懒 我就想跟你们说两个字 加油啊 好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知道我在结婚前 对你的态度 和结婚后的态度不一样 但毕竟我也是第一次当爸 第一次有孩子 对你的关心更少了 就老师他们也说了 让我们回去好好做一个规划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之前的 不周到 我们能回去好好过日子吗 我也以后少抱怨 脾气确实也变了很多 谢谢两位啊 请回去 请回去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完整的节目 来 看看这对嘉宾 自己是如何选择的 请开门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我 我们再也找不到 这种 真相识 来来来来 看着你老胖 好看不 好看 胖不胖 不胖 以前好看还是现在好看 都好看 可以嘛 说不定啊 稍微动点脑子还行嘛 加油啊 谢谢老妹 请回请回 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快速地行动起来 当他们动起来的时候 也许他们离他们想要的幸福就更近了 来